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集会敬拜神!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 奉主耶稣的圣明来查考,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我们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在读出埃及记 这个就是神要救赎祂的百姓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一个经卷 我们要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到神的救赎 我们要看到神要建立的国度 以及祂向我们所要的敬拜 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七节到第九节 出埃及记三章七节到九节 主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因受督工的挟制首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隐秘之地 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卫人、耶布什人之地 现在以色列人的爱声达到我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verse 7 And the Lord said, I have surely seen the oppression of my people who are in Egypt and have heard their cry because of their taskmasters for I know their sorrows 8. So I have come down to deliver them out of the hand of the Egyptians and to bring them up from that land to a good and large land to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to the place of the Canaanites and the Hittites and the Amorites and the Perizzites and the Hivites and the Jebusites 9. Now therefore, behold, The cry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has come to me And I have also seen the oppression with which the Egyptians oppressed them 这是神在烧着荆棘的火焰里面 烧着火焰的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所说的话 这是神在那个烧着荆棘里面向摩西说的话 那神特别说 以色列人他们所受的苦他都知道的 那第8节特别说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然后要把他们领进去那美好宽阔流奶以密之地 那这个地方特别指定就是以下的这些人所住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迦南美帝了 那第9节说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是怎样弃压他们的 我们从最开始的这一些神的话就知道说 出埃及记的他的重点就是要讲神的救赎 那这个救赎是针对神的选民 那神他应许像阿波兰所说的这个约一定要实现 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看到他的主题就是神的救赎 那在这个时候神的心力向摩西显明 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许多的故事 这里面的人物跟他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很重要 因为我们要从 因为后来在新约圣经会看到许多的道理 跟出埃及记的这些相关的历史有关系的 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计划向他所卷选的人显明出来 那现在神说要从埃及人的手下 救他的百姓到那个应许的牛奶移民之地 那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法老王所代表的就是掌握当时候的世界 也是奴隶神的选民的那一个统治者 所以这里法老王所代表的在属灵上就是代表着魔鬼 那当时候神的选民在埃及生活 那埃及又当时候最富庶最强大的 其实选民在这个埃及也繁衍昌盛 生活一开始也过得很好 所以这个埃及代表着这个世界 那神的选民在这个世界里面被当做奴隶在受苦 现在神要借着一位中宝来拯救他们离开这个受苦的地方 那这个中宝这个救主在出外基地面就是以摩西来代表的 那这一群百姓最后要进到神所应许的那块地 组成一个圣洁的国度 那他们要成为祭司 要知道怎么见拜神 所以最后他们要建立一个圣洁的祭司的国度 在那里按照神的方式来见拜他 那从出外基地面看到 其实就是在向我们诉说将来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引导 我们才有办法离开这个受苦为努之地 那要离开以前要流血 要有一口羔羊要牺牲流血 那那个血要成为记号 那他们才可以存活离开 那这个就代表着主耶稣基督 他所为我们所留的保血了 那之后以色列人要过红海离开埃及 那这个过红海的过程 对我们今天来说就代表着要记着水 洗礼跟这个罪恶分别 那我们接下去要跟随这个救主 来走这条旷野的旅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经历神所赐的 那个粮 麻辣跟活水 代表的是属灵的粮食 那最后我们会进到神所应许的 那个流奶与蜜宽阔之地 那在那里我们可以真的得到自由 也能够成为神的选民 按照他的方式来敬拜他 那就是他要赐给我们的恩典 最后他所要 他应许的福气都会实现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出埃及记在整个就位圣经当中非常重要 有关于后来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都跟这一卷的书里面的记载有关系的 就位圣经的三大部分 就是律法 先知跟诗歌 也都会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 那我们也会看到后来的新耶稣圣经里面的作者 他们多处引用了出埃及记的经文来印证耶稣的救赎 那我们现在正在读了这一段 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 记载着就是应该说整个就位圣经里面最多神迹的一件书了 就是你看出来一打开通通都是神迹啊 那这个因为有这些神迹 所以这个神的选民才有办法得救 也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国度里 我们会看到许多在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些故事都有他的属灵的预表 就是他有他的属灵的教训 所以我们现在在读就位圣经呢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读过全部的圣经 我们一定要试着跟信约的相关的经文把它连在一起 因为就位圣经里面是救恩的影子而已 最后都会应验在新耶稣主耶稣来了所代给我们的福音 那我们这一次是从创世记一直读到了出埃及记来 我们知道创世记在讲一开始神的创造 这个天地怎么来的 他也告诉我们说罪是怎么进入这个世界 人是怎么败坏的 所以创世记一开始非常的完美 什么一开始在神眼中什么都是好的 但是到最后却是败坏 最后就是一具棺材停留在埃及 我们就看到这个罪带来死亡 最后人就是被放在棺材里面 不管在这个世上我们曾经多么有权利 享受过怎么样的生活 最后都是同样的结局 所以出埃及记 接下来这个败坏需要被救赎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下一个主题就是救赎了 那这个救赎 有没有看到一开始的百姓是非常的痛苦的 也是因为痛苦所以他们才会想要离开当时候所住的世界 那当他们愿意接受这个神的救赎 我们在出埃及最后看到神的荣光充满在他们当中 所以出埃及记的最后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会幕里 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的第40章这是最后 第34节 因为到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 神所吩咐要建的会幕已经完成了 那这个会幕完全按照神的指示而成的 34节说当时候云彩遮盖会幕 主的荣光就充满了战末 35节 摩西不能够进会幕 因为云彩停在其上 并且主的荣光充满了战末 你看到最后神的荣耀 你看这么明显到摩西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那这个就是看到最后神他的荣耀在百姓当中 这就是从幽暗一开始非常非常痛苦的哀声 到最后却呈现出极大无比的荣耀 那这里就看到救赎的那个目的 从最黑暗的时候现在要进到最光明当中 那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是停留在当时候的旷野里 因为会幕是建立在当时候在西乃山的地方 那个地方事实上是神最初向摩西显现的那个地点 那个地方称作圣地 因为是神他的荣耀临在的地点 所以神就跟摩西说要把他的鞋子脱下来 所以凡是神临在的那个地点都是圣洁的 那现在神的这群百姓他们有神居在其中 他们一定要保守圣洁 那他们在这个旅程当中都要保守圣洁的 所以接下去你看到最后三十八节 日间神的云彩在三木椅上 夜间云中有火 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这是他们这下去是要走路的 就是要走这条要进迦南美帝的旅程了 在这条路上神一路与他们同行 要最后要引领他们进去神所应许的 那这一条旅程 所以今天所呈现的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今天跟从主之后 直到我们进天国以前这一段人生旅程 好那因为我们读圣经每天读一章 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有一个中和性的概论 我们读完前面可能后面就忘记了 特别是如果它的内容很多的话 我们前面读过 读到读到后面去的时候 就忘记说前面到底读了哪些内容 那我们需要对整个整卷书有一个架构的了解 那我们如果了解之后 我们每读到一个段落 我们都知道说它的重点在讲什么 就好像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创世纪五十章它有它的段落 就是有它的这个就是不同的段落 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 这个就是最开始的事件大事嘛 到第十一章 一到十一章啊 就是有四件大事情 那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就是讲了四个人物 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大概就有一个概念说我们读到哪一章的时候是在讲什么道理 哪些内容 那出埃及记也是一样 出埃及记其实可以分三个大段落的 那就是三个重点 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 其实这个就是要出埃及过红海 那出埃及过红海重点就是要救赎 救神的选民 从这个为奴之地要进到那个流奶移民之地 这是一个开头 那十五章就是他们过了红海之后 在海的那一面 他们在歌颂赞美神的诗歌 如果我们看第十五章 第一节 那时候摩西他和以色列人向主唱歌说 我要向主歌唱因为他大大的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第二节说 主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也成我的拯救 这就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遵从他 那这个就是 已经亲眼看到那些埃及的追兵 都被淹没在红海的时候 神的选民向这个伟大的神 所发的赞美 主成了我的拯救 那这一个在红海边所唱的诗歌 就成为他们要揭开 换为旅程的开幕就是开头 因为从此以后 那个在法老权势底下 那个痛苦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大段落里面就看到 那个神是如何用他伸出来的绑壁 行神迹 最后让法老屈服 让以色列民他离开 他们就是过红海 而与埃及断绝 那接下来法老绝对没有能力 再去把以色列人追回来了 他们可以很放心的 不用再害怕法老会再对他们有什么威胁 他们接下去要面对的就不是这个 邪恶的这个掌权者了 他们接下去要面对他们自己 他们要如何来战胜他们自己的情欲呢 所以接下去从第十六章以后 一直到二十四章 就是他们从红海边一直走到西乃山这个旅程里 最后他们是停留在西乃山 在这里神跟他们显现 神呼召摩西上西乃山颁布十戒跟律法 在这里神给他们非常清楚的教训 神的选民应该要怎么样过日子 百姓当中他们要如何互相对待 他们要做什么事情才叫做敬拜神 神会悦纳的 所以从十六章一直到第二十四章 基本上这一段就是实戒以及教训 那从二十五章以后 一直到第四十章 这个就是建造会墓的过程 神先把整个会墓的蓝图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明 跟他讲得很清楚 所以从二十五章到第三十一章 二十五到三十一 那这个都是在山上神向摩西所说的 会墓应该怎么做的 每一个项目都讲得很清楚的 到三十二章跟三十四章出现了一个插曲 就是一个意外的事件 就是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 百姓在山下竟然去造出一个金牛犊 把他当作神来办 这个就是让当时候摩西非常的震怒的 那这个也说明我们人是何等的脆弱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把这个至伟大 充满宇宙万物这个属灵的神 把他具体化成为一个偶像 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是凭眼见的 有时候看到神迹我们都没有什么感觉的 那有时候神说话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不会敬畏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人带着血肉之体 真的有时候是很不稳定的 我们人有时候这样子有时候那样子 就好像在红海边 哇他们这样子大声的赞美神 神是我的拯救 神是我的力量 我就要听他 但是等到在西纳山下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看到摩西了 不知道神对摩西做了什么事情 神也都没有讲话了 这个时候他们反过来去造出偶像来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人 百姓特别是已经看过神迹的 这个属于神的选民 是何等的软弱 那也让我们看到说 因为神的诫命教训是何等重要 而且一定接下去 那个神的会幕一定要建立在百姓当中 他们需要随时的去领受神的话语 要过着以为之会幕为中心的生活 才有可能进到那个迦南美地的 所以从三十五章到七十章 就是实际上的他们在建造会幕的这个过程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出埃及就是这三个段落 一到十五章就是过红海 出埃及过红海救赎 十六到二十四 就是在西乃山神颁十戒给教训 就是论要遵守神 只有照神的话语在神所指定的地方 这个敬拜才会被神悦纳的 好这个就是出埃及其整个架构 我们如果掌握住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 我们在读每一个段落我们都知道它的重点会在哪里 我们这一周跟下一周 基本上所读的都是在这一个救赎的大架构里面 就是有关于神如果用他伸出来的绑壁 来刑罚埃及法老 然后最后让以色列选民可以离开埃及 那神在出埃及第三章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特别跟摩西说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痛苦 我听见我看见我都知道的 那神特别用一个很奇妙的意象 就是那个惊喜稍早但是没有被烧毁 来向摩西说话 那其实也让我们了解说 神不是高高的在天上享受祂的荣耀 那对祂的百姓在埃及受苦一点没有感觉 神是灵圣经说祂是住在人不可以靠近的光里 但是当祂选招了属于祂的人之后 其实神整个眼目都在看着属祂的百姓 这里第三章特别提到说 神从荆棘的火焰里面向摩西说话显现 其实在说明神 祂真的与百姓同受苦难的 圣经记三十三章事后摩西在回忆这件事情 在圣命记三十三章里面 摩西他在后来要离开世界以前 他回忆了当初神向他显现的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看 看第三十三章 生命记三十三章 第三章我们如果看 第十五节 第十六节 直接看第十六节 这是摩西对约瑟的支派的祝福 十六节说 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 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 愿这些福都跪于月色的头上 跪于那与弟兄窘别之人的腿顶上 这里特别提到说 这个主是住在荆棘当中的 那荆棘事实上是因为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地被咒诅的结果 这也让我们了解说 今天人其实犯罪受苦 跟神是有关系的 就是神会觉得他是受害者之一 你看神因着 亚当说夏娃的犯罪之后 神现在他来住在荆棘里面 因为接下去这个罪需要被解决 这个解决是按照神救赎的计划在进行的 神按照他所定的时间 一一的在执行他救赎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神住到荆棘里面去 至少在像摩西显现的时候 他特地这样做 是因为神祂跟百姓一起受苦的 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63章 以赛亚书63章 我们如果来看 六十三章 第八节 第八节 六十三章的第八节说 他说 他们承然是我的百姓 不行虚假的子民 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 第九节 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 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 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 怀揣他们 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向摩西显现 特别是在烧着的荆棘里面说话的这个用意了 神跟百姓一起受苦了 时间到了神要拯救了 四十年前摩西曾经想要拯救百姓 但是那不是神的时候 现在 生的时候到了以后 神向摩西显现 我们现在看回来 初爱集记三章的第十节 神跟摩西说我要来拯救 我下来特要救他们的 第三章十节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现在这个要拯救的工作要由摩西来执行 他是被厌重要做的人 神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那这样的一个突然之间神跟他这样讲 摩西真的是很震惊的 所以接下去从第十节以后 我们就看到摩西跟神的五回合的对话 那这五回合的对话 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神选招一个人 他所做的安排 那神选招人一定是早就计划好的啦 因为神特别让摩西可以存活 在危险当中保留他的性命 神在摩西身上有美好的安排 有祂的旨意 那这个神的时候来到是摩西自己想没有想到的 但是当他认为他自己可以的时候 却不是神的时候 等到他认为真的是不行的时候 神特别来跟他显现 我们现在就来看 神下来要救他的百姓 是透过摩西要来执行 神是如何来让摩西来执行工作的啦 我们看第十一节 当神说我要打发你去的时候 摩西第一个反应 第十一节说我是什么人 我竟然能够去见法老王 然后还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西领出来呢 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个时候摩西 他把自己定位是一个牧羊人 他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 是非常有使命感的那个埃及法老女儿的儿子了 他曾经在王宫生活四十年了 但是他现在在旷野 聚集在这个叶特勒家里也四十年了 他过去是这么样的有 这么样得人的看重 但是他现在每天对待的都是只有羊而已 所以他认为说我哪有那个资格去见法老 那所以其实他这个反应也很正常 他已经远离那个埃及远离以色列百姓那么久了 曾经有的使命感四十年之后大概也不见了 所以他现在直接的反应是我是不可以的 我没有我没办法能力 那接下去从第十二节以后 跟十三节就是神对他的回应 十二节说我必你同在 好那我派你去有一个证据就是你会带百姓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我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来埃及之后 第一站要停留长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云柱火柱一路一直带领他们最后来到这个神的山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是神向摩西显现的 这成为一个证据 为什么摩西是神所选派的人 因为他知道神只是他的地点 好那接下去第十三节摩西又发了一个问题 他问的是神的名字 他是替百姓问的 如果百姓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回答什么 所以我们如果用神跟摩西说 神先跟摩西说 然后之后摩西回答 这样的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来看的话 神讲完之后摩西都有一个疑问 他都打一个问号 所以第十节神说我派你去 十一节摩西说我是谁 那十二节神说我跟你同在 那十三节摩西说 那我要回答他们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好十四节 所以从十四节以后就是第三回合了 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那你去对以色言百姓就要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化我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向摩西显明他的本质特性 就是他是自有拥有的神 然后神也就跟摩西说好了 就是你去见以色百姓要说什么话 你去见了那些长老们要说什么话 然后呢 你们一起去见法老的时候要说什么话 都跟他先讲明了 其实神已经为摩西准备了他所要讲的话了 他根本不需要讲他自己的话 可是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又打了一个问号 他是用假设语去说他们必不会信我也不会听我的啦 他们必说主便没有向你显现 这个就是摩西替百姓回答的 他想到人家会有的反应 他就觉得说不可能 好 那第四回合从第四章第二节 接下去神又跟摩西说你所里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是个杖 然后接下去神说你把它丢在地上 好 那这个杖就变成蛇了 好 第五节 四章五节 如此好叫他们信主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安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是向你显现的 表示说神让摩西有行神迹的能力 神向一个人显现一定有一个证据 有个记号 就是有神的能力向谁 好 那神又跟他给了第二个 这个行神迹的能力就是手会变成大麻风 神也先替摩西想好了 第八节说如果他们不信你的话 也不信头一个神迹 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 第九节说如果这两个神都不信 那还有第三个 你去从河里拿到水倒在地上就变成血 你看这一次神问摩西说你手里有什么 摩西只是回答说是一根杖而已 神就给他这三个特别的能力去行神迹的 然后第十节最后摩西的回答是说 他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够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 我本是走口奔舌的 也就是说主啊我就是这个人 我没有办法 我是不会讲话的 就算神已经给他的这个行神迹的能力 摩西的回应就是我不是能言 我不是能言善道我不知道怎么说话 我要怎么去跟见法老呢 好那所以你看摩西的回应都是否定的了都不要 到第五回合从第十一节 接下去神就对他说了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 岂不是我主神吗 然后现在去吧我必是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神讲得非常清楚了 我就是跟你同在我是你口才 我把这个话放在你嘴巴里面 你讲就对了嘛 好最后第十三节是摩西的回应 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意思是说对啊主你是可以是人口才 也可以把话赐给他 但是你可以派任何一个人 不一定要派我啊 有这么多以色列的百姓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不一定是我 这五回合讲完之后 最后我们看到第十四节 神跟摩西发怒 神生气了 在生气当中神说 他说不是有你的哥哥亚伦吗 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人 最后神是在这样一个怒气当中 直接向摩西下命令的 神为他准备了一个同工 下一个命令说你现在去手里拿着杖 所以最后摩西就接受神的财遣就去了 所以摩西就接受神的财遣就去了 我们就看到这个神他说他要来拯救 他派他所要用的人了 神的旨意不能拦阻 那神的安排绝对是最好 被神选中的人其实是特别有恩典的 可是这个时候的摩西跟四十年前完全不一样 通常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摩西他一直跟神说不 其实我们如果看摩西他的每一个顾虑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已经跟四十年前不一样 他现在完全没有自己的 有的所谓的自信 因为四十年前他已经碰过一次弊 那时候他自己觉得他是理所当然的拯救者 可是最后他只有大使一个埃及人而已啊 他就逃命了 现在他很清楚知道说他不是这个角色 可是也在这个时候就是神要用他的时候了 所以神一再地跟他装备 神也赐给他相对的能力 其实是远超过摩西他所求的啦 因为当摩西觉得他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 神跟他说我告诉你要说什么 那如果对方不信我就给你一些证据 所以你可以很显然地向他们证明是我派你去的 到最后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派谁就派谁啊 其实摩西的意思是说他真的是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啦 那其实换一个角度看他真的对神没有信心呢 他对神对自己没有信心 同时他现在反过来也对神没有信心 对神所讲的话 他觉得好像还不够 这是为什么神最后不用跟他讲下去的 所以最后神跟他发怒 一发怒摩西他就住口了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为什么圣经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 但是我们人如果一直对神没有信心 神有时候也会发怒的 那神发怒的时候最后神直接下命令的 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去的 他不可以逃避的 那我们看到后来神真的是训练摩西如何成为神的 这个他在这个手上哪一根杖 他就来执行神拯救的工作 我们圣经在说在这里特别 因为这个是神的话 三藏的第八节是神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的 今天神他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有时候有危险的时候神真的下来拯救我们的 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我们圣经月刊 我们教会出的圣经月刊这些见证 我们餐天那边圣经月刊一大桶 没有什么人拿去看 我们最近是到第九月份 九月份 从五六七八九那个都摆在那边 就是拿去看的人不多 当然也许我们是已经可以用手机看的不一定 不过我们如果能够看得懂的 真的要好好的利用我们自己教会所出的这些刊物 其实有许多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些朋友 他们非常喜爱我们的刊物 他们迫不及待的如果这个一出看的时候 他们都想要拥有一本 他们很想要拥有一本 收集啊 但是我们自己的信徒却一点都不会在意 我们如果看九月份的一篇见证 2018年六月份 有一个意外是在台湾的山地发生的 我们两位工人 一家人跟孩子 在山路上雨中要去访问一位信徒 就是在这个访问的路上发生落石 这个大石头就刚好正中我们山道者所开在那部车上 那一个意外没有人死亡 那一个意外基本上是一个大神迹 如果是一般的状况 这个车应该翻到山崖底下 全车里应该都死 因为这个车子是在行进当中 那个石头下来的 如果我们在行进当中 石头大石头下来的时候 有一个惯性 他这个车子应该会被推到山谷里面去的 结果最后是这个传道的妻子脚步受伤 那我们车子里面的这些工人家庭 大部分都平安 小部分的小伤 那当时候来抢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因为他们在这个 特别在有关于落石 意外被击中 然后死伤的那个报告经验看来 这个事情根本不太可能会这样的结局了 结果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一位姐妹在祷告当中看到异象呢 那个姐妹在异象当中 她虽然没有亲临现场 但是在异象当中 神就让她看到当时是怎么发生的 她说这个有三位天使就跟着这个传道者的车队在她的前头行 那她说这个天使的高度就是跟车子一样高的 那当落石下来的时候 那个在前面的天使就用手指一拨 那个石头打到那个车子都弹到 弹到那个山谷行面去了 对 那个石头就撞到车子的右前方的引擎盖 然后就弹到那个山谷下 所以那个大石头不是直接压在 把那个车子压扁 是好像被他打到 然后他这个石头跑掉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天使 他三个天使在前面 后来有一位跑到后面去 跑到车子后面去 张开了他的双手 就遮盖了那个车子 所以接下去一般落石之后 后面会有很多跟随下来的小落石 会跟着下来的 但是就是因为天使把双手打开 像翅膀覆盖 所以最后那个落石全部都没有抓到这个车子 第三个天使 在这个时候缩小成一个小人 跑到车子里面去了 他就保护了在车子后面的那个婴孩 因为在车子后面有传道者 传道娘的他的家人 和他那个几个月的婴孩 他就缩进去那个车子里面 然后就好像也是一样张开翅膀 把他覆盖那些后面的人 他那个意象一显明之后 就是看到这个意象 然后再去对照当时候现场的那个实况 那就说明当时候为什么 所有的人生命都得到神保守的那个原因了 真的 我们的神 祂是看顾我们的 祂是很奇妙的 让我们躲过的这些意外的大灾难 这个完整的见证 就记录在九月份的圣明月刊里 九月份的 对 2020年九月份的见证里 所以其他我们都能够去看一看 这些美好的见证 我们的主下来是特别要来拯救我们的 祂不但是要保守我们的生命 祂更要拯救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里 祂要让我们进入祂所应许的那流浪隐秘的自好的天国 祂愿我们都能够这样子来领受主的救赎 一起上试 三百四十八首 348首 348首